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GOOTV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庆周牧师 谈到童年 我想每个人都有童年的经验 那么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人童年家境富有 有人童年家境贫寒 但富有与贫寒 不一定是使童年经验美好的绝对因素 在富有的家庭也有悲惨的童年 而在贫困的家庭里头也有温暖的回忆 所以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例如在一个比较缺乏的家庭当中 有人因为不希望将来还是过着缺乏的生活 所以他会奋发图强 努力地让自己成为上进的青年 但也有些人会因为童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遭受到霸凌 然后他就发展成那种想要报复的这样的人格 于是他就成了邦怀分子或者是黑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因此童年经验是需要有一些的学习 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美好 欢迎您收看由前一番老师所主讲的 幸福学堂童年经验系列 跟进来 无论 因为